我們知道連新聞的清潔案 被告林政委給減風求處死刑 不過後來林政委說還要犯口徑 說他不是條故事要臺人 是因為在貼連新聞出城的時候 才意外開城 只是這樣口徑跟正前那次的口徑 已經是沒有一樣 歷史也表示林政委他不是在犯口徑 只是要將正前減風沒有問題的問題 將舒適說出來 因為連新聞清潔案 給減風求處死刑的被告林政委 在他身上幫救電源吊開機子 當時是兇兇環口徑 他以為說事情發生一天 並不是條件的開城台人 也不知道站在武台中的 就是連新聞 他看開城是因為在台中 悠悠瀾瀾貴庭裡面 沒有稍微才去開城 但是法官在電信以後 還是他殺人罪 有多問的可能 將林政委是裁定繼續機子 他變成是因為 連先生的反抗 所以才入口反擊 但是法院認為 依照捐證的資料 包含當時的見證 仍然認為被告是有殺人 在檢討的起訴書裡面說 林政委北京條 這請假案就是他最要檢討 冠金假案 但是在反映 當時 林政委說是說 他沒想要害人 這個公司是明顯不一樣 但是委託律書表示 林政委的動機 他只是要避免 並不是真的要避免 這個可能就是 只是就是偵察中 沒有講清楚這樣子 那那只是昨天可能就是 就是就是 法官給他充分的表達 表達空間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他把這個 細節部分 就是說明的比較清楚 陸書說林政委並沒有犯口徑 只是這種檢討 沒有問到這個 反映的過程 把水平出來 啊到底是不是要做 這個請假是不洗禮 並不是條件的 也新聞所來歡迎 心理的事實 要了解重點 記者 綜合報導